明天暑假的分阶段军事训练役 再过两天就要开始申请 不过大家都好奇这次会不会抢破头 原因就是这段对话 现阶段这些服务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的艺难 以后不会不会拉回去补八个月 所以我却委员干什么 这个问题 部长您老神在在 年轻人却听了焦虑 国防部为此特地再说明 先说明四个月的 议期的调整阶段 还没有完全的正式定案 那么当然如果定案以后 刚刚谈到的四个月 已经服过军事训练役的这些人 依照目前的初步的规划 是没有补兵役的这个问题 因为他就按照年次来 去做一个区分 按照我国法令 男性征兵吉林是年满十九岁 如果年底前公告重启 一年一无以 二零二次上路 第一波将比外传的九十五年次 还要早一年 如果按照近几年的数据 议政单位预估将有八万多人 会比同学或学长 多当八个阅兵 光凭训能这一点 军事训练义男补训 就几乎不可能 四个月的兵役 没办法促成我们战役的维持 或者是增长 这也是一个事实 目前我们好像 每一年的这个训额 大概最多就是七万四千人 那么这个事上面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义男 一年里面都训不完 虽然是说 好像并没有说违法 但是问题是 我是觉得在政治 政府的政治承诺上面 这是一个破产 政军高层准备挑战民间官干 为台海威胁储备能量 授权前线反击 甚至也跟着松磅 目前我们的一个应处 均有明确的一个规定 那么并且由国军的第一线部队 来断然处置 命令终究靠人执行 国土防卫的未来走向 问题还是得回到冰原上 进行文月辅中成量才不到